后疫情时代来临各项展演活动陆续恢复 华联市公所市民一郎 7月份特别邀请花莲县摄影学会 举办会员连展 主题叫做寻找捕捉 展出包含山水风景、人文风情、自然生态 以及异象创作等36件精选作品 市长威家贤与摄影学会理事长简历记 邀请大家前往欣赏美好的作品 花莲县摄影学会会员连展 寻找捕捉7月6号上午在市公所的市民一郎正式开展 市长威家贤表示 市公所势力推动艺文发展 规划了市民一郎 期盼可以为在地的艺文创作者提供展出平台 也带动民众欣赏艺术作品的文艺气息 这些画作的部分 很多都是每一个大师 他们精心挑选的 尤其是每一个摄影的部分 它可能是来自于自己的家乡 也可能来自于人物 也可能来自于所观察的事物里面 所拍下来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拍下来的画面里面 捕捉下来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令人赏心悦目 而且会给人家有一种 置身于当下的一个感受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有更多的画作 那在花莲地区的好山好水 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把它拍摄下来 在此谢谢前理事长 还有我们前几任的理事长的努力跟贡献 那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朋友 能够加入我们摄影协会里面 这样更多的一个作品 能够得以分享给更多喜欢欣赏的朋友们 花莲线摄影学会理事长简历记表示 会员们本着对影像创造的热情 让呈现的影像多元而意涵丰富 这一次能够在事工所展出 希望可以带给事工所同仁 还有前来洽工的民众 一场美的艺术饗宴 我们这一次都精细的挑选过 每位里坚持说 这种可以 为了什么 我们要更贴近人心 虽然我们美幅作品 让与惠德 花莲市工所的同仁也好 走上去走下来 精神更好 所以美幅是挑选过 还有呢 来洽工的好朋友们 也一定要看了这些作品之后 觉得说花莲市工所 真的很温暖 市长很贴心 能够展出这么不错的作品 让我们来这边走一遭 能够新生灵都非常的棒 那今天来这边展览 无非是让我们的艺术更贴近明星 艺术生活化 生活艺术化 我在想 我们花莲市工所 就是最好的表现 希望这次两个月的展览 能够让我们市工所 一路发 然后让每一位同仁 在后一群的 而后半年 能够精神意义的 谢谢大家 参加开幕典礼的贵宾 包括了世代会的主席苏美朱 市民代表谢豪杰 胡仁胜 蔡益中 韩林美 杨哲峰 还有回南盛协会的理事长张鑫 回南施舍 理事长于国强等人 花莲县摄影学会 这次展出的作品 包括了山水风景 人文风情 自然生态 还有异象创作等 共36幅精彩作品 再再呈现出 花莲好山好雪 好人情的美丽风光 介续会欢迎市报导